宗教最重要的 要有个造物主 创造宇宙 创造人类的一个神 佛教就这么用 佛教说宇宙万物 我从哪里来的 佛讲得很好 从心向神 谁的心向 自己 自己不是这些事 过有过去 还有过去 过去还有过去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生命是无穷的 这一点我们以前不知道 要不承认 现在完全明白了 所以修佛 头一个概念 你对你最安心的 我不死 生死是什么 身体有生死 我们有生死 你说你多自在 那我们有生死 我这一次要替来世打算 我来是要干净 我这次做准备工作 换一句话说 眼前并不是很重要 将来重要 那么在六道里面 那么在六道里头 想不想超越 不想超越 六道有三善道 有三我道 决定要立三我道 要帮助我们争取三善道 那是什么方法 那是什么方法 短悟修善 思想不善 言行不善 肯定在三我道 要想争取三善道 你得修五戒 是什么 要正干 五戒里头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 不依旧 要认真做到 本经前面一品 佛用了很大的篇幅 跟我们想 重重毁灭 大家如瓶的宝 从第三十二品 到三十七品 完全讲的是五戒世战 教给我们 持戒念佛 讲得非常详细 把我们现实 这个社会 全都方方面面 都讲到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要跟佛学习 这个世界 不究竟 不愿满 佛教我们 理究竟苦 得究竟路 究竟苦 是六大轮回 帮助我们 超越六大轮回 这是多么大的 一种事情 我们过去 无世界来 生生世世 在轮回里头打转 出不去 这不是迷信 这是四世真相 遇到净土中 换句话说 遇到脱离六大轮回的机会 你只要把这个机会 掌握住 我这一生 决定争取 到极乐世界去 我不再搞轮回了 那么到极乐世界 这一步进 一定要搞清楚 更明白 为什么 你的信心 才坚固 你的愿心 才不动摇 有坚定的信愿 那你就是 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去除了 下面 只要坚定 我有一个 报告 欧耶大师 说得非常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具备的条件 就是信 愿 这是往生进度的条件 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不一样 师徒就品 你是在哪一个等级 那要靠 念佛功夫的前身 你看 往生不往生 决定在信愿 到那个地方 生到哪一个等级 念佛功夫的前身 不是多少 功夫 完全是我们用心 我们用真心 功夫是圆满的 我们是用的是望心 功夫就差一点 能往生 不是不能往生 造作的罪业 不怕 经上讲得很清楚 无你是我 乃至于回谤佛法 只要忏悔 只要改过 认错 后不再遭 用真心 法愿 念佛 通通通的神 法门 广大了 佛的心平等 难于乐少 心于不孝 过行过瘾 过过 那么说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法